这一节由陈梅娟议员直询 主席我跟曾经杰一起联合 但是我们时间还是分开 就是45分钟的时候休息10分钟 谢谢 谢谢我们议长 还有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的市府团队 然后电视机的市民 大家早安 那首先我们是想要跟 那个 那个 水利局 那个局长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污水处理费 虽然一定是征收了 那之前跟水利局这边吵得沸沸扬扬 那现在我真正跟你讲过来 既然一定征收啊 但是你之前的物贞的清查的如何 可不可以请你在这边说明一下 请局长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曾源 那我们针对整个物贞的一个清查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用电脑的图籍 去做一个逻辑性的比对 那第二个就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部分 这个目前正在发包 那上次在部门询讯有跟议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会在六月底完成整个相关的清查作业 那目前整个标案 因为那个有流标 那下一个下礼拜会再重新发包 那整个进度上面我们还是管控 大概是会在七月初之前完成 你说刚刚发包什么 就是我们要发包给外面厂商做 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一个竣工图资 还有电脑图资的一个比对 那这个需要 比对它有没有物贞的问题 对它的一个用户接管的竣工的位置 跟我们实际上物贞 那就是实际上收费的这一个点 有没有吻合 如果有异样的话 就表示这个有可能有物贞 那有物贞我们会去在现场比对 那这个是属于全面性的清查需要时间 所以目前这些作业都还在 目前这数字有几个 我们在三月底的时候是四千五百户左右 四千五百户 那这五百户有 四千五百户 他退款的情形如何 你们是怎么处理 就是说我们对人家物贞 我们应该是主动出击 说给提款 是你们够收的嘛 如果够收你要用提 你也要给甘丹处理 之前我们有请市长也认同嘛 用我们辨明的方式 怎么扣就怎么退 对不对 那这个跟议员报告就是 我们水公司这一边 就是有同意市府 这个整个后续的退费 由水费次期来折抵 那这个部分也已经开始实施 所以我们现在之前 四千五百户有大概 两千户左右完成退费 两千两百户左右完成退费 那后面 后面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跟住户 做好了一个公文上面的通知 就是我们会从水费的次期折抵 开始去做 所以你们已经退了两千多户了吗 已经退了两千两百多户 那左右两千多户 中间退费中期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之前的退费就是 像议员在议会上次有讲的 就是我们要检据那些身份证 还有一些相关的文件 所以他们会很不方便 而且很困扰 那这个也是水利局这边造成的 那后面的这些退费 就不用在这些程序 所以市民目前大概 只要我们做过通知 他们都会去 蛮能够接受我们这种方式 所以很快的就把两千多户 给退费 退的完成了吗 后面这两千多户 因为水公司那边 还要有一个 那个资料输入的时间 可能会延误一点五到两个月之间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说 之前的两千多户 目前退费 如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困难吗 那个两千多户之前已经退过 就是会让民众反映说 太复杂不便民 好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 那这个退费在七月 七月中就会完全清查吗 还是只有发包而已啊 发包是应该是下个礼拜 会完成发包 那七月 七月 七月中旬 全面清查完毕 七月中旬会全面清查完毕 就是让民众 不要担心说 有没有被 被物贞的这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部分 你们要做好 把他退给人 把他退给人 尽量便民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方式 就是次期来退款 这样抵扣这样比较快 那再来就是要想请教你 之前还有那个化分池的问题 我请问一下局长 中央补助款 目前为止还有在补助吗 我们污水下水道建设 有补助92% 92% 也就是说 多少钱 用金额给我们一下吧 如果一 如果一亿的话 就是9200万是由中央补助 对那现在 每年不是都有补助吗 我记得上次我咨询你的时候 你有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讲30亿 有一次跟我讲25亿 那到底是多少钱 我们一年 一年中央的污水下水道补助费 大概是25到30亿 那这个会有一个范围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建污水厂 那建污水厂那一年的费用就会增加 大概会有这一项 所以25亿到30亿不等 这个部分是针对污水使用管的 一个接管问题的工程吗 工程的一个新建费用 新建费用就是包括什么 包含那个用户接管 包括用户接管 所有的用户接管的工程费 都包含在这25到30亿不等里面吗 对对对 好 那我要请问一下 那我们先来发问子呢 目前你偷天的是完全免费吗 偷天的话就是接管的部分 政府全而补助啊 那偷大楼呢 大楼的部分 大楼部分分为接管 大楼接管政府也是补助 但是大楼的化分池 差异就是在大楼化分池中央 它的规定就是 那个化分池是属于地下层的一个结构 那它涉及到一些 那个私宅部分的安全问题 所以中央的补助规定里面 那局长我想请教一下 你刚才说那个中央补助的工程款里面 有没有包括废除这个化分池的工程款 只有包含那个我们一般透天的 就是在地面层的这个化分池 它有补助 这是中央补助的规定 那个工程款里面只有补助透天的就对了 那就是大楼的没有补助 那如果说是 类似公寓 它的化分池是在一楼的 这个也有补助 只要是在一楼的 它都有补助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你已经有开始在发文宣了 这个是文宣 这里面做的 我们有定一个补助 这个办理建筑物地下层 既有的化分池废除 或改设为污水坑 的补助案例说明 那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里面这三项是怎样 你简单说明就好 因为时间有关系 那我简单说明就是说 我们目前在那个地下层的这个化分池 那政府是要辅导它废除 那辅导的方式 市政府这一边就是研议用金额上的补助 那我们有去参考目前的一个太阳 大楼需要去化分池废的 不管是中立排水改中立 或者是改那个污水坑 那分析这些太阳以后 大概补助的 没有啦局长 我跟你问 你简单说就好了 你就说话 是透天的补助多少 大楼的这是怎样补助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让我们的市民知道一下 大楼我们用中立排的部分 它就是补助5.8万 就是它可以直接改管 那污水坑就是在地下 直接改一个污水坑再凑上来 这个部分会为一层 地下一层二层三层 那这个部分由7.2万 等等到10.8万左右不等 那如果是混合的就是叠加起来 这个部分会由民众 我们会有既是工会去帮民众 做一些评估鉴定 那再由民众跟我们这个市政府这边来提出申请 局长我是这样讲啦 你你现在化分池是 如果说要做到一般平均 大概一个化分池 大楼的化分池做好 要多少工程费 我们去评估的结果是5万到20万之间 对吗 5万到20万嘛 那你现在给我们的这个补助费的里面 大概都是到5万到10万 16万 16.8万 所以嘛 我就是要跟你叫这个问题 透天的污水使用费 每度是收5块钱 那我们市政府曾经发过一篇文宣写 盖瓜会增加一起大概会多150块 我会够150块 那实施化分池打除以后 这个化分池是透天的是完全免费 好那我们来看大楼 大楼也平均啦 因为你也是算乎嘛 上面也是你们说的一盒 差不多够155块嘛 就是每一次 那如果说我们以大楼来讲 一般大楼大概都是一两百 一百万百户到两三百户不等嘛 那好 我们就讲150户就好了 如果一栋大楼平均一栋 大概有150户 以盖瓜 盖沽以你们这种一户 透天的150元的一次收费 那么这栋大楼只要一次收费 大概可以收到两万两千五百 两万两千五百块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透天房子 你一栋 你就有办法一栋收155块 够收155块 你也可以完全给你的化分池免费打厨 但是大楼 西屋是透天的150倍 如果说150个 我会想起150倍 那你能够以同样的时间 你大楼可以收进来的是两万两千五百元 但是你竟然没有办法补助它 全额 你刚才讲的嘛 如果要全部打除也不过五万到二十万嘛 毕竟有那种极少数的可能还要超出这个但是很少 很少数的这种负数会有这种情形 但绝大部分的都在你们的标准的范围里面的话 那五万到二十万这个范围 为什么你没得比较漂亮的 就完全保住啊 这样才公平嘛 这是合公平原则 不然你说你大楼收的收费比透天的还要多出那么多倍 但是透天的可以完全免费 但是大楼变成你用保住而已 不可以 他们还要给你再出钱 毕竟有得比 市长 我这边也请市长你评评理啦 毕竟一天一颗 比较百五颗 一支够百五颗 但是一大楼收起来可以够二万两千五百颗 你是一支而已 那是收的就咕咕等等了 以后往来一直收下去 那平均一年大概收了十几万喔 一栋大楼 我是用平均质量 可能还要更多 那你为什么 你就可以收这个钱 为什么 收一盒的 你也可以免费 完全做得好 你收二百五颗的人 你快点要叫人家出钱来保住 我觉得这是没道理的 所以我们这边 我跟正一眼主张 如果要做 你也要比照透天来做 虽然你们一直跟我们讲说 阿当代巴马是用保住的 没有错 台北是因为他的接管率 已经超过百分之七十七以上了 中央不再补助他的工程费 就是你刚才说的 25月到30月到这个顶 所以他们没有补助的情况下 市政府要编列预算 当然民众就要自己 要负担一部分 这个我们觉得合理 但是高雄市政府 目前为止 接管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也就是说 中央还有继续在补助 这个污水工程费的情况下 这个工程费 也其实也应该是 包含了化分子打除的工程费啊 因为这也是工程费的一部分嘛 所以在中央 在我们高雄市政府 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 中央还持续在补助的时候 你们这个花分子打除 大螺应该也要比照透天啊 也是应该要完全免费啊 因为你假也假不多少嘛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恳求市长 我们非常谢谢你在物贞的这个部分 你听到我们民众的声音了 所以你用了 你也释出那么大的一个善意 刚刚局长也讲说 因为这个物贞的部分 怎么扣就怎么退 现在民众都非常肯定 也给市长一个掌声 那同样的 这个大楼 我想大楼比 我们透天的房子 是多出了十几倍一百倍耶 那为什么透天可以免费来化分子打除 大楼不行 所以我希望说在我们中央还有补助地方工程会的时候 应该要要比照 我在这边给你秀一个 这是我们的市政府的嘛 就是透天的 施工完全补助 但是 我们 但是在别的县市 这个是桃园的 他们也是在第一年到第二年申请的时候 是全额补助 还有台中的 我这边还有资料 台中的也是 在50%以内也是全额补助 其他的县市都有这样的例子 那当然我想 这个部分 我要请市长 你们也是不是应该要比照物贞的方式 也应该要好像体谅一下民众 来局长跟市长 因为刚才那个陈议员讲的 我觉得很 很有想法 好 那当然 一楼 整百楼 比 一楼 套天的 全额补助 然后大楼 一楼 一楼好几百户 这样不符合比例原则 就是比照比较中央 还有看台北市他们的补助 那我想高雄市在跟补助大楼的部分 化分池大楼也只是一个吧 也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高雄市保住大楼 有的是5万8千多 有的达到16万多 这个部分就依照这个大分 化分池的大小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每个县市的补助 都有太大的差异 这个基本上 我想中央在这个部分 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两位议员的一些思考 那也都是为人民发言 当然高雄市政府 我们当然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 那我们认为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会请教 再跟中央这个部分互相讨论 那我们也会了解台北市 在这个部分 他们丰富的经验 能够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部分 来进行一些了解 谢谢 谢谢市长 那我是觉得说 市长你们 看我会再去跟中央要点 经费还是怎样 看这也可以全能来补助 我觉得这是市民热见 因为大楼 他的管理委员会 也不是很有钱 那因为也差不到几万块 是不是我们 这也可以 这也做到完成 这也是我们支付一个德政 我希望市长是说 因为这个政策跟台北比 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台北他的解管率 已经77% 中央没有补助工程费 我的重点在这里 高雄市是目前中央 还有在补助工程费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的补助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加费给我们的市民 这是我们的重点 好 再来 我在想说 这个 怎样去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那自从这个台北市这个北投区 某国小 一名八岁的小女童 在104年5月29的下午 在厕所内 招人割井命危 那嫌犯就是轻易地跨越国小低海的围墙 然后刺激 杀害这个落单的学生 那当时就引发了开放市的校园 批判的声浪 那校园安全就问题 就扶上了台面 那所谓的开放市的校园围墙 就再度又被隔绝物 就树木或是围理 又开始又围起来了 那但是上下雪时间 送学生的家长越来越多 那校门口的家长 跟这样的群聚 也就见怪不怪 那其实从正捷台北捷运杀人事件 直到今年3月 台北发生的小敦报事件 显示出 各区域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 就比任何地方更严重 加上国内外校园安全层出不穷 那可见校园安全的重要 然后在日本 为了保障血统的安全 日本地方政府会同教育部门 还有警务部门 采取了很多防护的措施 那如我们大阪市的山口县 就设置了儿童报警 110联络处 设了1万多处 就是在当儿童 在紧急的实况 能够进入店家寻求保护 或是拨打电话 其实这个政策跟我们台湾 与店家合作的爱心商店 的做法是相同的 那日本部门 除了保障在学校的安全 也针对学校的安全设施问题 也非常重视 所以要求各校的校长 需要装设保障安全的 完善设备与设施 并且以防治突兀的事件 其实这些紧急的措施 跟处理步骤 与台湾各小学 尊重的校园安全守舍 非常非常的雷同 比如说如果在韩国 又支援跟小学 还有特殊学校 他是怎么呢 他就是主要的出路口 如果在300公尺以内的道路 是政府强制规划的 儿童保护区 那在这个保护区 那在这个保护区里面 行使的法规 就会 双倍的处罚 不管你在里面 违规或是行车 然后在这个区域 违规就是双倍的处罚 来保障 儿童的交通安全 那教育局也在 雇集学生的饮食卫生 他也在这校园的桌边200公尺 设定了儿童食品安全保护区域 就是禁止小贩 或小吃部 在这个范围来 来贩售 然后确保 学生的饮食的安全 我想这几天 我到三民区的一些国社去看 我发现我们的开放式的校园 其实很多都一定有阻隔起来了 那针对那个教学区 跟运动场的区域 也是阻隔了起来 那民众在定时的时候 可以到操场运动 但是不能进入教学区 这是一个均定的一个政策 那此外 学校在正常的运作时间 学校的教授员都在 那上课的时间 还算安全 但下课跟上课前 因为学校的人数稀少 那也只剩一个保全而已 所以 都比较有安全的疑虑 那为了落实校园安全 从开放校园的安全规范 我们左手 我在这边主张四项 第一 落实学生上课的时间 访客管制 那透过管理 不让陌生人进入校园 第二 就开放操场 还有运动设施 也要有管制 第一 应集中在学生下课后的时段 然后第三 就是警力有限 其实也可以配合 李林的巡守队 还有我们的社区 发展协会 等民间的资源 来投入这个校园安全的工作 然后第四 就是校园警卫保全能力有限 应早日补足 或是透过一些监视系统 或高科技的 来 弥补能力的不足 对于一个 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那我刚刚主张这四点 我想请教一下市长 针对这四点 有什么看法 可不可以请市长答复一下 请市长回答 谢谢 那我想刚刚 我们两位议员都非常关心 校园的安全 校园要不要回复到过去 是一个封闭的 还是说校园的安全 我们现在有最新 比较科技的方式 还有在学生老师 校园老师 跟整个学校之间 在一个管理上 用最新的科技 然后一方面 学校采取开放 但是刚刚 曾一言提到那四个一个大的方针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会课的时间 我们对陌生人进到我们的校园等等 这个都是牵涉到学校管理的问题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们会请教育局参考 曾一言刚的很多意见 我们认为学校的开放等等 也不适合再回到原来 走回头路 都给他拖延 但是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学生 面对一些陌生人 面对有人要轻换我们的学生 学校在这个部分 像日本很多学校 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演练等等 学校的师生 他们在一个行动上 还有他们在学校防疫上的一致性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希望学校更安全 那现在学校的管理用最新的科技等等 我想也都是能够保护学生更加的安全 那当然教育局 我相信我们教育局各校的校长老师 都是会把学生的安全 类为我们优先最重视的项目 只要任何一个对学生的安全有帮助 我想我们都会非常重视 谢谢市长 那我还要请教校我们的警察局长 那陈局长 我想要在有效的警力下 如何去确保校长的安全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可不可以请那个陈局长 简单答复一下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曾益 对这个校园的安全 我们现在在学校上下课的时候 我们都有派那个互同的一个专案 那另外刚才曾益所提到的 那个社区的巡守队 我们现在也都有协调 都有进入到校园 来协助这个防守的一个工作 尤其是下完课以后 有一些课后辅导 还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 接受这个课后辅导的 这一个部分也是由我们的这个 拍手严谨还有新手队 来这个加强这个维护校区的一个安全 其实局长是觉得说 你可以跟那个民政局 然后配合一下 把那个时间戳开 分配 资源分配 不用大家都那么疲 这样这样对我们的校园 的安全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其实我觉得校园 我昨天有跟那个警察局调资料 我想你们局长也知道 这个毒品在校园的泛滥 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调的资料 当然是案件 针对学生的案件会比较多 那案件有上升的趋势 这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你们真的认真的力 这我们值得肯定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校园稀土的人数 逐渐的上升 那我想说 不管是帮派还是毒品 侵入校园 这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 尤其是毒品 这有时候会毒害一生 那我想说局长 针对这个毒害侵入校园 你有些更具体的作法 可不可以请你答复一下 你回答 这个校园的毒品 我们在市政府里面 早就有成立一个所谓的行政先行 这个行政先行的就由少教法院 少年跟家事法院的法官 还有福岛 还有我们教育局 社会局 警察局 卫生局 成立一个所谓行政先行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已经有吸毒的这些学生网 把它找出来 透过这个行政先给他辅导 然后治疗 远离这个毒品 远离他的这些同裁 不要再有这个跟 那局长现在到底有没有在进行说 如果 就是有不定期的检查 查验那个 像我记得我小学生 小学生也是会有不定期的查验 就是尿意的检验或是怎样 那这个就是春飞专案 行政先我刚讲 就是已经有吸毒的 我们给他介治 给他治疗 远离毒品 那一方面另外这个春飞专案 就是说我们要向上追缘 那现在追缘的部分 就是要把这些 过去提供毒品的这些集团 这些幕后的 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来取缔 那这些我们都一直在 运作的非常顺畅当中 那这个是长期 我们要对毒品 谁要侵入这个毒品 我们长期的一个对抗 所以我们慢慢 会看到这个成效 那谢谢局长 我是刚刚请坐 我是刚刚小学生安全 不管里外 都要去注意 那下面我再探讨这个 我们的校园安全 自从这个美容大地震之后 台南没有一栋大楼都要倒去 使得大家在注重 这个校园围楼的问题 那你最近地震频传 那不是大地震都五六几以上 也不排除未来 会有更大的地震 那其实 最近也是地震的活耀期 那教育局自从九十八年 配合教育部推动老旧校舍 耐震评估 既补抢整建计划 然后到一百零五年的三月 已完成三级学校 总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二栋 老旧校舍耐震人力评估 那其中 需要补抢的校舍 总共有五百五十栋 那需要拆除的校舍 有一百零一栋 那合计就是六百五十一栋 要待改善的校舍 那到目前为止 九十八年到一百零四年 共补抢的两百九十三栋 那拆除了四十三栋 那预计在今年 完成补抢的有五十四栋 那拆除的有十六栋 那从以上的数字 一直到今年年底 那高雄市的国中小三级学校中 要补抢的 还有两百零三栋 代补抢 那还有四十二栋 代拆除 我想说这些危险教室 虽然 不会学生进入 但是也是校允的一部分 那你如果没有 拿拆除或是来补抢 那代表性它的危险 会日趋增加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教育局 还有公务局 是否承诺 在一定的时间内 来对这些危险的教授 去进行补抢或拆除 那请局长答复 请局长回答 谢谢医长 谢谢贞员 对这个危险校市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来 那这个其实是全国都关心的问题 但是它的量实在非常庞大 就像贞员说的 98年开始就是要投入很多经费 那目前中央 补助国中小百分之九十 高中值就是百分之十 那预计到民国一百一十年 全部都会完成 那总体的经费要花到九十二亿 所以目前学校是排序的 这个CDR值 就是这个耐震系数 低于百分之0.5以下的 就要优先排 那就按照这样排 一年一年都有计划 那你说到几年才能完全 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年还要五年 那这些经费是中央的吗 还是地方的 中央的国中小 中央补助百分之九十 中央百分之九十 高中值百分之七十 是这样子一个比例 因为总体要花到九十二亿的费用 那他不能把时间提前吗 是经费的关系 中央再提 那尽可能说这些危险的 待拆除的教室 我们就要评估 他有没有使用的需要 还有跟未来的学生的人数 如果他没有这个需要 就是快点拆掉 那如果还有需要用的 也是尽量低度利用 或者作为置物规 或者作为什么专科教室 尽量少用 但真的危险的教室是不用的 我是希望说 这个潜在的危险 因素很多 那是希望政府 不管是地方或是中央 尽量把时间尽快 你随时要发生事情都不知道 这对学生的安全 都有一个隐忧 那我希望你可以在这边 能尽快加强 好 请坐 谢谢 那个局长我再请问你一下 你们那个危险教室 是由学校来通报呢 还是说你们有一个程序或定期 可以在做这个检查 这是全部的普查 就是看他的老旧程度 你有在做普查吗 全部普查 什么时候开始做 这个103年3月底 完成全部的普查 全部都普查完了 国中小到高中吗 全部全部 全部都有查过 完成了这个 1432栋老旧校舍的出品 那这个里面又有550栋要做详品 详品以后才会 刚刚像两位议员提到的 待拆除的数量就会出现 然后按照他的CDR的值排序 局长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下 我就要接过一个服务案件 也是这个学校补强的 那你各学校的补强是由各学校的 自己去发包吗 是吗 还是由我们教育局同意 目前是各校自己发包 那我有发觉一个问题 就是 那边的包商 那可能他送的 那个安全系数 送来给学校评估 那后来又因为我们 抽查被抽查到 他的安全系数不够 我觉得这个很隐忧 我觉得你这个要加强 这个各学校的宣导 就是说 这个校园的 那个围柔的补强 你要透过第三方来公证 你看是祭司结构公会 在那边他们整个 那整个月之后 他的安全系数够了 然后才发包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不然统一 都没有一个统一 啊 青菜 每间也好自己做 啊到底是安全不安全 我们也不知道啊 曾委员你 说到这个案例 所以从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正在追查 他的问题发生在哪一个阶段 但是教育局已经组了一个 所有的专业工程的一个单位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耐震补强 比如今年要执行 明年要执行的学校 我们都请相关的专业公正第三者 就是我们的结构祭司 大家去学校整个看 那我们再思考的 就是说将来可能分区 我们帮学校处理 发包事宜了 不再由各校个别处理 因为有些学校 这个局长我觉得这个很糟糕 这个学生的安全很重要 不是这样青菜 復復的就好了 你们学校做完 好像在消化预算一样 学校做完之后 你们教育局有这个机制 再去做复查吗 当然要 他现在整个 如果说他选了一个建筑师 做这件事情 他做好西部设计 他要送到国家地震中心 去做一个整体的审查 但是你要去监督他 有没有按照这个审查的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如果让学校各自去行去发包 就会衍生有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不相信学校 因为学校 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要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一说 你们应该要从旁边去协助 因为学校的这方面的专业 其实是会不足的 他不是这个专业 所以你们要去协助他 所以教育局 已经组成了很好的专业团队 目前的方向 就跟两个议员提到的 我们可能就是分区决定 整个教育局来发包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那你们配合那个结构机师工位 这个比较好 不然都没有一个一定的 他认为六根就够了 然后结构机构认为要十根 那落差很大 对不对 希望这个部分 我们局长可以加强督导 局长请坐 那我还要再 讲这个 营养午餐的事情 因为少子化 小孩越来越少 那孩子在学校吃什么 就变成大部分的家长 很关心的议题 那不只是台湾 那全世界都一样 营养午餐吃得好不好 食材新不新鲜 我相信是父母亲 最关切的一个话题 因为各国的饮食文化的不同 吃的东西也不同 有的人吃米饭 有的人吃面条 但是他们的需求就是说 希望孩子吃的新鲜 吃的营养 那最好的食材 就来自于当地 那食材如果因为交通运输的时间 越少 就可以新鲜 那二来也 也能减碳的精神 那受借还比较便宜 那我想 营养午餐菜色好不好 当然 与价格有绝对的关系 不如说 如果我们买一个便当 有可能有70块 也有100块 当然 它的菜色 有差 那高雄市 就是营养午餐一份 目前 国小是37元 那国中是40元 那高中是42元 那不过在8月1号起 将调整 它的收费的标准 那国小分别是40块 那国中是43 高中是45块 然后经过委员会的讨论 以后可以正负4块的调整 也就是说 新的标准 国小是在36到44块之间 那国中是39到47块之间 那高中是41到49块之间 那是希望说这调整的费用 是希望都是用在食材方面 不是用在人事的方面 那 在日本 有感于得自群5月 已经不足了 然后在2005年 将在第6月的10月 列为我们国民医务教育的教学重点 要让孩子们懂得感谢食物 不再浪费 从自己栽种的食材 学会尊重食物 不再浪费 所以我想要举例 像我们苗栗 的城中国小 他 学校 孩子放假 总是关在家里上网或看电视 因为在整个地方 学校就是在农田的旁边 那学生 那学生 对土地 极度的陌生 那 学生的导师 就像 学校附近 的 农 农家 借了一块地 的一个修根地 那就每周至少六堂课 加上 层间 还有客户的 零碎空档 老师就带着小朋友 然后踏入田地 然后捡起衣袖 然后拿锄头开始来学习 那两年下来 种了很多的 的 物种 那收成之后 一部分就让孩子们自行带回家 或留在校舍给 校 师生 另外就带给那个 当做营养午餐的食材 那台北市也是 有一个也是有案例 就是 柯文哲市长 打造绿色的田园城市 那台北市教育局 在新的学学 拟定了台北市高职以下 学校 小田园教育 实验实施计划 让各校的 在校内 贵外一个小田园的空间课程 让教学生 如何亲自重置 然后收取作物 也让小学生可以 学到 食物跟生活的关联 也体验食物得来不易 也了解 農民的辛苦 然后这个小田园计划 原本是一个行政区 只有一所 学校来试办 那经各校的报名 永悦 已经申请到了193 193间的学校 申请报名 那为什么我提到这两个案例呢 因为一个案例是在 整卡收宅 就是农业的县 那一个是在都市行的 那 那我们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刚好符合这个 这个都会 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很多学校都已经招募不到学生了 因此在学校里 多了很多的闲事空间 那我是建议说 不如在学校里面 找一些 闲置的空间 来透过这些容器 来种植植物 或是秀设的屋顶 也是很多闲置的空间 来种种菜 然后安排课程 让老师可以跟 学生可以互动 然后学会尊重食物 不再浪费食物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议题 那我是希望说 那个教育局长 我刚才提的这个 这个方式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也请市长也要认真听 就是说 这个方案 可以活化我们学校的 的环境 然后也可以增加食材 然后让学生学会很多东西 那这个方式 可不过也在我们高雄市 可以来实施 那我们请局长答复 好 请局长答复 好 谢谢曾议员 对于这个校园种菜 这件事情的关系 其实这个高雄市 就是在这么推荐 那我们的计划名称叫做 校园菜谱 今年今年二月份的调查 以国小来说 246个小学里头 有超过131所国小 就是53%的学校 都已经做了校园的菜谱 校园的农事体验 还有的就是说 学校内土地不够 它在旁边租一块地 来种稻 这是在美农像农度 美农国小都做了很多年了 学习整个稻米生长的过程 那这个之后就可以开始种菜了 季节性的种菜 那国中大概有31所学校正在推动 除了教育局在推动以外 我们还跟农业局合作 民间基金会合作 所以多元形态的这个校园菜谱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另外曾议员提到 像日本最重要的六域是食域 我们现在也是在草泥 这个高雄市自己的 食域的自治条例 要怎么样能够结合 那我想请教育局长 那这些学校 如果他种植出来的食材啊 那你们都怎么来利用啊 他们的种的食材 第一个学校种的一定是无毒的 干净的食物菜 所以我们去访问的午餐学校 他们就直接用在营养午餐里头了 那有的学校基本上每个礼拜 都有一天是蔬食日 他们就运用自己的种的蔬菜 还有水果 然后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参与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快乐 那局长我请教一下 像这种种菜 你现在刚好是已经都在实施了嘛 在实施了 那这个菜的种植是供学校的学生使用以外 有可能会有多出的能够带回家的吗 大概蔬菜类很难说 有些是可以带回家 有些就用在蔬食日 那米的话呢 他们就会把它做成小包小包 作为学校义卖的所用 义卖以后有机会做其他的活动 我想要请到一个问题就是 过去我们在社区里面 其实有很多里长 也都一直希望能够利用他们社区的 控险的地方来做这个 什么长辈的那些种菜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然后会那么快的就失智失能 然后能够来种 可是这个好像政府上是有禁止的 不同意的 他们认为这个有盈利的问题 就是说虽然我是没有卖 但是我可能就是带回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会有冲突吗 我觉得没有 因为市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市民的农园 当然我们是想说学校应该还好 原民会也在推农园 如果有预定地 控了闲置的土地 现在暂时拿来短期利用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在社区很多的 抗贤地要里长要升起来 当那个菜园的时候 我们政府都不同意呢 他会认为说 你们政政的是不是有盈利的行为 我们都承诺说我们自己种自己吃 可是政府都不同意 这个我们可能相关局处来了解一下 这个有些什么障碍可以处理 我们会继续推动 提起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议员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开始 打开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